2024年帝母经预言,诗曰,太岁甲晨年,道麻一半空。 春夏遭淹没,秋冬流不通。 鲁地桑叶好,无邦谷不丰。 桑气未后贵,向鹤好天虫。 姑麦加利贵,雪冻在三冬。 日,龙头属甲晨,高低贡五分。 豆麦无成时,六处一遭尊。 更看冬至后,双雪落纷纷。 太岁甲晨年,道麻一半空。 帝母经说太岁甲晨年,而2024年正指甲晨,龙年,道麻一半空。 这里暗指的是粮食收成,也就是说2024年的粮食收成情况可能不。 太乐观,严重的话还可能会亏损一半。 所以,有些人认为大家在2023年前就该提早囤粮。 春夏遭淹没,秋冬流不通。 这两句预言,指的是春夏两季的暴雨洪水,会很多,可能会淹没一些地方,给当地人的,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。 而秋冬流不通,则,是在表示秋冬两季天气变化较大,雨水时多,时少,这就导致生态畅通性不佳,从而影响,道农作物的生长。 鲁地桑叶好,吴邦谷不风,鲁地桑叶好,这里提到的鲁地,指的是山,东区复一带,也就表明明年那一片区域的农,作物不会受到太大影响。 而吴邦谷不风中,的吴邦,指的,则是江苏省南部,浙江省北,部,和安徽省的部分地域,谷不风也就暗示,这,这些区域的农作物收成,可能不太理想。 咕麦加利贵,雪冻在三冬,咕麦加利贵,预示着很多东西会涨价,雪,冻在三冬,则表示到了冬天,很可能会非常冷,这样的天气会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,北部区域到了冬天,可能会遇到雪灾。 诺查丹玛斯在1566年离世前,对未来做了许多预测,其中有许多都已成为现实。 成真的预言包括有希特勒上台,丹乃迪遇刺,911恐怖攻击,新冠肺炎疫情,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驾崩等,随着2024年即将来临。 以下盘点出诺查丹玛斯针对2024年预言的八八大灾难。 1.气候灾难 诺查丹玛斯预言,气候在2024年将持续恶化,单造的土地更加焦枯,还会发生大洪水,疫病激增引发严重大饥荒。 2.致命病毒 诺查丹玛斯指出,科学家将会发现一种有四万年历史的致命病毒,随着冰川融化,病毒中的细菌将慢慢释放到海水中,进而造成许多人死亡,也侧面证实全球暖化。 3.大地震 根据诺查丹玛斯的说法,2024年将发生两场大天灾,第一场会是地震。 他预言,日本沿海将发生地震,进而引发海啸,这场地震将摧毁房屋,并造成数百人死亡。 不过也有人怀疑该预言时机不对,因为日本早在2011年3月11日就曾发生大地震。 4.英国王室动乱 诺查丹玛斯认为,英国王室将在2024年被一个群岛之王会遭到不具国王印记的人以武力驱逐。 对此,有专家分析并联想到英国哈利王子,他并非王储,在王位继承顺序目前排名第五。 猎人不禁猜想他是否会赶走自己的父亲查尔斯国王,亦或是查尔斯国王退位给威廉王子后,哈利王子再以武力驱逐威廉王子。 5.教宗之死 诺查丹玛斯预言称,2024年年事已高的教宗去世后,将由一位年轻的罗马人当选并长期在位。 现任第266任天主教教宗方几个现年高龄87岁,他因感染流感出现肺部发炎、呼吸问题,近期多次传出身体不适入院接受治疗而缺席活动的传闻。 6.火山爆发 诺查丹玛斯的说法指出,2024年发生的第二场重大自然灾害将是意大利埃特纳火山Mont Atena的大规模爆发。 他预测火山将于2024年底或2025年初爆发,据他介绍,这将会是自公元79年或公元1631年维苏维火山以来发生最严重的火山爆发。 7.红色敌人先战 诺查丹玛斯预测,红色对手Red Adversary将发动战斗和海战,预言诗写道,因恐惧而变得苍白,让大海陷入恐惧。 有人分析红色对手指的是中国,因为他们有危险讯号,而海战则被指称可能是当前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。 8.人类平均寿命延长 诺查丹玛斯还说,随着机械器官的发展,人类的寿命或将延长到150至170岁。 9.人类平均寿命 9.人类平均寛